內地的新疆棉花風波 事源在去年多個國際服裝品牌發聲明 抵制新疆種植的棉花 而近日這些聲明被翻出來 商務部表示 所謂新疆存在強迫勞動是只去忽有 在成都一個著名商場 H&M的銷牌被工作人員拆下來 不單是H&M 這兩天在內地社交網絡 多個外國服裝品牌 都成為網民的抵制對象 有內地演員和運動員等 都說要與這些品牌割席 H&M去年10月在官網發聲明 說關注新疆維吾爾人 被強迫勞動的報告 強調旗下產品並沒有使用 新疆地區生產的棉花 又暗時會跟隨曾經指責新疆 有強迫勞動的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停用新疆棉花 這篇聲明最近再次在內地網絡流傳 內地中央電視台 《新華網》和《人民日報》等 先後發文評擊H&M 形容H&M的說法是荒謬 又說任何品牌都有想做侵害中國人利益 還想賺中國人的錢的白日夢 當日內地網絡平台紛紛將 H&M產品下架之際 內地就有網民列出參與良好棉花發展協會的 外國服裝品牌清單 《人民日報》評論文章 就首次點名批評一些外國品牌 發表和新疆棉花切割的言論 她說美國等等一些西方國家基於謊言指責新疆 由幾個所謂學者和媒體煽動 反華勢力跟進籌籌 搞作 造謠 污衊和詆毀中國是極端錯誤 要了解這次風波 就要認識一下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 這個非營利組織會認證符合標準的棉花 條件包括製造過程對自然的傷害最低 品質和勞工保障等 而會員會採用協會認證的棉花 視為一種企業的社會責任 去年3月起 協會暫停在新疆發放棉花的認證 亦和多間新疆企業終止合作 而去年10月協會發表了一份聲明 是關於新疆強迫勞動和侵犯人權 多個國際品牌亦發聲明停用新疆棉花 早幾天歐盟宣布制裁侵犯新疆為吾爾人權的 四名中國官員 美國 英國 加拿大及後跟隨 而中方批評歐方的做法是罔顧事實 並隨即反制制裁10名歐洲議會議員和學者 新疆棉花事件引起公眾關注 不少藝人亦表態 有學者分析 即使社交媒體已經形成一個生態系統 回到這個時候 黨媒 市場化媒體 商業機構 明星等 都會很快有回憶 很快有反應 作出迎合網民同時政治上安全的表態 其實穿衣 穿鞋都是舒服實用為主 一旦牽涉到政治 穿衣和雙鞋帶來模型的沉重 並不是消費者樂見 看看其他重點新聞 立法會通過修訂議事規則 包括引入停賽機制 行為結不檢點的議員可被暫停職務 今日看見後即時生效 立法會復會繼續討論 由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 提出修訂議事規則的議案 包括加入停賽機制 如果議員在大會、內會或財委會會議上 行為極不檢點 主席可以動議停賽議案 如果獲通過 有關議員將會被暫停職務 首次罰停一星期 之後再犯就以倍數遞增 即是第二次被暫停職務 會罰停兩星期 第三次就罰停四星期 如此類推 停職期間就不需要加碼 即是每一次停職都是一個禮拜 再犯都是一個禮拜 只要這樣做 其實已經達到警戒的效果 表面上好像比較辣 但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因為過去我主持很多年的財會 其實有很多次都被人去無理攻擊 但你作為主席被罵人一輪 你又沒有什麼可以做 即是個人的這些侮辱都可以承受 但事實上都是對立法會 各個會議是令到會議不能運作 這個修訂 在未有人大修例之前的話 我覺得 似乎真是為了僅餘的空間 去握殺一些少數派 剩下十個八個 都要是以防萬一 但是既然接下來 我們理解議會 都是愛國者治港的時間 未免就有少少… 我多止一舉 其他的修訂包括 立法會主席可以為各類議案 引入審議時限和議員發言時限 終止待續議案 就不適用於部分議案的辯論 包括取消議員資格和內會研究附屬法例等 至於在任委員會政府主席的一切權力 亦都會保留至選出下一會期主席 而案最終在兩個組別都獲大比數通過 將會在星期五看獻和生效 至於涉及內務守則的修訂 將會在星期五提交內會 如果獲得批准將會即時生效 香港電台記者林家平報導 再有一名男子懷疑接種疫苗後死亡 他上星期四曾經接種復必泰疫苗 本港累計有11宗接種疫苗後死亡的個案 而本港新增9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 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另外消息指教育局最快今天會公佈 復活節假期後的復課安排 現在學校的面售課堂學生人數 最多只可以是全校的三分之一 消息指教育局初步傾向 將面售課的學生比例 放寬至全校學生人數的三分之二 具體方案仍在敲定中 有小學校長表示歡迎 說初步傾向先給高年班上學校上課 疫情方面新增四宗本地感染 全部都是和之前的個案有關 大部分屬於ERSUS健身中心群組 本港對上一次沒有源頭不明個案 就已經在去年的11月中 源頭不明個案已經有超過一個星期 都是維持在單位數 下星期四屆滿的社交距離措施 有沒有條件放寬呢 據了解當局正在考慮 是不是在下一輪措施放寬宗教聚會的限制 新工會教省秘書長管浩明 接受本台訪問的時候說 早前曾經向當局反映過 過往進行宗教儀式 都沒有群組感染爆發 認為不屬於高風險活動 希望政府能夠容許復活節 這個大節日之前放寬對宗教處所的限制 教會可以要求參與活動的教友保持距離 使用安心出行程式 和申報教堂的座位 以便一旦有個案的時候移於追蹤 有傳染病專家就認為 始終香港大部分人都未打疫苗 未有群體免疫 即使放寬社交距離限制 都要對個別高風險處所 採取針對性措施 香港電台記者擴展報導 大家記不記得她呢 這位逆陰謝曉珍的76歲華裔婆婆 在今個月中在三藩市的街上 被一名白人男子揮拳打傷戀部 她也撿起木棒還擊 早前她的孫子在網上眾籌醫藥費 款項已經有96萬美金 大約740多萬港幣 最近婆婆就決定了 將全數的款項捐給亞裔社區 用來阻止仇恨亞裔的罪行 今天美國也有大型的反歧視亞裔活動 呼籲各地的人可以在社交平台 展示這個hashtag Stop Asian Hate 而移居美國的香港藝人吳彥祖 和父母來自台灣的美籍籃球員林舒豪 在社交平台也關注事件 其中林舒豪在《時代週刊》發表的一篇文章 值得細讀 她就說去年功夫流感 中國病毒這些詞語被大量使用 而亞裔美國人都顧忌觀望著 希望事情總會再平息下來 但並沒有這樣發生 而是情況一直差下去 她說2012年她的球技獲得上色 掀起了林船風 但她當時只顧著打球 沒有意識到亞裔族群累積性的創傷 也沒有及時看到那些為亞裔美國人 爭取權益的工作者 去為他們出更多的力支援 成為她最大的失敗和傲悔 她說有不少人正努力把亞裔人的聲音被聽見 例如有新聞網站的團隊 而波士頓唐人街的社區中心 亦都有寫信給一些校長 叫他們妥善地處理 發生在校園裏面的歧視事件 雖然有很多亞裔的女星 在美國都打出名堂 例如華裔女導演趙婷 韓籍女星尹宇貞 但有亞裔的眾議員指出 前總統特朗普煽動 令到美國的種族關係緊張 加上她之前不斷稱呼中國病毒 成為歧視亞裔的導火線 加州有大學分析 反亞裔仇恨、犯罪急聲 其中亞裔女性成為襲擊對象 因為她們被視為溫信、信蟲 而且不少在美國從事服務行業 容易遇窄 歧視的惡念就像病毒一樣 侵害人的身心 甚至是生命 要押止這些歧視病毒蔓延 疫苗就要靠人心覺醒 來靠人心 在靠人心 好